在大家面前的这两台平板电脑都采用了四核的处理器 显示的分辨率都达到了2048x1536的视网膜级别和iPad 3是一个水平 那这两台电脑的区别就在于采用了不同的四核处理器 左边这台黑色的平板电脑采用了全置A31四核处理器 右手边这台白色的平板电脑采用了瑞幸威RK3188四核处理器 那这两台平板电脑的性能究竟有多大的差别呢 我们今天就以史诗城堡这款3D游戏引擎demo来做一展示 史诗城堡是一款由Epic公司出品的3D引擎demo 那Epic公司的虚幻3游戏引擎被当前PC以及移动设备上广为使用 那很多大型的3D游戏都是采用这款虚幻3游戏引擎制作 一如大家所熟知的Wild Blood 也就是狂野之学 那这款3Ddemo还有一个直观的benchmark模式 大家可以通过直观的帧率来体会两台平板电脑的不同在性能上的差异 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实时显示了两台平板电脑在运行实时充保 这个3D游戏demo时的帧率 那左边黑色的A31达到了平均40帧到60帧之间 而右手边的3188仅仅在20帧到30帧左右徘徊 那帧率直观的表现了游戏运行的流畅度 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得出来右手边白色的RK3188 在运行实时充保时出现了很明显的卡顿 那这也就意味着RK3188在视网膜屏的平板电脑上 将不可能很好的运行大型的3D游戏 可以看到画面的效果非常的绚丽 这对CPU以及GPU的影响可谓是极大的 那也可谓当前能验证得到四核处理器 以及GPU性能的最佳的评测软件 可以看到右手边的RK3188非常的卡顿 那结果出来了 左手边A31的四核平板得到了43.2分的帧率 那右手边的RK3188的帧率仅仅才达到了24帧左右 由此可见 A31四核处理器的平板在游戏性能上遥遥领先于RK3188 A31四核余的平板在游戏性能上遥遥领先于RK3188的帧率仅如此 A31一路上遥领先于RK3188的帧率仅才达到4月1日